欢迎收看8月19号的《财经Espresso》 晚上好,我是袁静 隔夜美股标普500指数创新高 带动亚洲股市攀升 马股则在公价前夕陷入盘整 一度跌至1570.70点 在闭市前,顶级手套强力攀升 使马股收窄跌幅 最终收报在1575.38点 下跌2.47点 汇率方面,美元汇率指数创下于两年新低 马币对美元攀升至4.1700令吉 改写5个月新高 接着有企业BlackNY的单元 来到发布4-6月业绩的财报季 不少投资者皆先下手为强 想先调整业绩可能面对沉重压力股项的部署 当中,谭王郭鹤年属下的两家公司股票 今天也面对卖压 双双列入了跌价榜 郭鹤年的大马旗舰PBB集团 今天走低10% 收报19令吉42千 是第14大跌价股 在1-3月期间 收入主要来自联号公司 丰益国际的PBB集团 单季盈利减少了25% 降至1亿8727万令吉 不过随着丰益业绩改善 分析员预计 PBB集团的盈利将有望保持稳定 至于过贺年的酒店闭榜 香格里拉 在1-3月单季盈利已经暴跌91% 剩下203万令吉 4-5月表现恐怕更为惨淡 今天闭市 香格里拉股价下跌15仙 收报4令吉05仙 是第18大跌价股 在冠病疫情笼罩之下 裁员潮还未消退 根据大马厂商联合会 和大马经济研究院 联合展开的调查显示 除了落实减薪措施 在万不得已之下 42%的厂商将从2021年开始 裁减10%至20人手 还有25%的厂商则计划 从现在至今年年末 裁员最多30% 截至今年7月 已经有17%的厂商 裁减10%至30人手 该研究也指出 34%的厂商 相信公司在未来一年 依然可以继续生存 但24%的受访者认为 业务至少需要一至两年的时间 才能够重返至疫情前的水平 只有19%的厂商表示 其业务已经复苏 及超越疫情前的水平 最后来看国有化学 截至6月的第二季业绩 这家国家石油的化学币榜 营业额下跌27%至31亿7800万令吉 净利的跌幅更大 跌了约83%至1亿8600万令吉 远低于去年同期的 11亿2000万令吉 这主要是受到冠病疫情 及原优价格下跌的影响 令工厂使用率 产品产量 销量及整体平均售价 都呈下跌的趋势 由于盈利减少 该公司只宣布派发 每股五仙的股息 不到去年同期 每股11仙的一半 那么今天的采经 Espresso到此结束 感谢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